第1 某网友在网上分享了自己在雨田机场 看到谢霆锋为王菲接机后二人同行的画面 但因为谢霆锋看起来很严肃 所以自己不敢拍照 据该名网友定位的 是在东京雨田机场 这令不少网友相信了他的说法 王菲和谢霆锋同游日本 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此前叶佩文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 将要和丈夫一起约谢霆锋 陈奕迅 徐浩英夫妇等人 一起去日本北海道滑雪 之后不久 徐浩英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滑完雪非常疲惫的 躺在椅子上休息的陈奕迅 可见此趟北海道之旅应该是非常顺利了 谢霆锋为缠雪车刮玻璃的过程 也被徐浩英录了下来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两人相谈圣还 戏分融洽 在他们一行人的旅游期间 还出了一个小插曲 叶佩文在到达日本后 不久后就开始发热 因为国内的疫情严峻 便在酒店进行自我隔离 以防传染别人 之后他和丈夫决定改机票 延迟返航 在酒店多休息几天 滑雪的传统在这几个友人之间 已经延续了好几年 也是他们之间的小小约定 在谢霆锋晒出的滑雪罩里 他身穿过红色滑雪服 配保暖的迷彩长裤 右手搭着差不多等身高的滑雪板 头顶便携摄像机 全副武装 他眼睛看向滑雪板 显得非常酷帅 除此之外 他还分享了一张露脸照 年轻40的他 脸上看起来并没有皱纹 还是如往常一样 潇洒帅气 除此之外 他还以蝉雪姬为背景拍照 虽然他并没有分享 和王妃的合照 但在别人拍的照片中 他和一名女子 一同坐在缆车上的背景 很像是王妃 除此之外 有媒体还爆料称 在谢霆锋晒的一张自拍里面 他的护目镜上 反射出的两个人的身影 其中一个就是王妃 当王妃在北京机场 准备去日本时 就有网友拍到了王妃 独自行走的身影 只见他头戴红色绒帽 口袋厚厚的白口罩 身穿羽绒服 配长裤 随身的行李 只有一个背上的黑包 显得非常轻便 王妃步履匆匆 边左边用手机和别人通话 似乎在商量着下飞机后的事宜 从他的装束上来看 极有可能的 是去北海道滑雪 从这一系列事情可以看出 谢霆锋对于王妃的保护 极好 仅仅是自己记录了一个 反光镜照片 这份隐藏的狗粮 引起不少网友之羡慕 近日李佳琪直播 再度登上了热搜 不过这一次并不是因为 哪位明星做客他的直播间 而是在他的直播过程中 意外翻车 Niver和妹妹现场干了架 李佳琪和小助理现场拉架 场面一度失控呀 Niver和妹妹是李佳琪的 两只宠物狗狗 每次李佳琪直播时 这两只狗狗都会出镜 很多粉丝都很熟悉 她们两个了 并且十分喜欢 这两只狗狗是母女关系 不过却经常在一起打架 尤其是Niver经常欺负妹妹 李佳琪在直播时 还曾透露过 Niver经常咬妹妹 但粉丝们一直没有见过 不过在这一次直播时 两个狗却直接在直播 镜头前打了起来 另一镜头前几百万的观众 见识了这一名场面 期间李佳琪还一脸惊恐 事后也不停地说着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而登上了热搜之后 李佳琪本人也幽默回应道 Niver女明星你上热搜了 米姑娱乐整理报道